德国联邦大选前几天落下帷幕 只剩16年之后 Angela Merkel不再竞选 德国将产生新的政府 也将诞生新一届总理 这让本次的选举格外受到关注 大选结果已经出来了 不过呢 又好像是没出来 远远没有让德国未来 政府是什么样的面孔 这个悬念画上句号 这是因为 社民党虽然以微弱优势 击败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 但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半数 政党必须组成联合政府 对于已在默克尔领导下 联合执政了三届的联盟党和社民党来说 继续组建黑红联合政府都不是首选 双方都是对方为最大的对手 这样一来 虽然社民党候选人萧尔茨 大概率会当选总理 但前提是 他会说动本次选举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派的 绿党和青商界的自民党 组合成功 不过还有可能的是 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 拉拢到自民党和绿党成功组合 虽然新政府尚未尘埃落定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谁成为德国的新总理 谁和谁联手 新总理和德国新政府 都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抉择 其中就包括了对华政策这个重要的议题 比起对北京相对温和的社民党和联盟党 绿党和自民党都被认为是对华态度更为强硬的政党 这两个小党在其竞选纲领中 对中国做出更鲜明的表态 也更具有批判性 有分析人士因此指出 若是他们加入德国新政府 对华政策势必将有所转弯 那么德国政府对华问题上 将面临着哪些棘手的考验呢 如果不再延续默克尔的中国政策 德国又会怎样调整对华政策呢 欢迎你收看本期的 德美怎么说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 以遗留下来的中国问题为题 分析指出 有着澳洲这个前车之鉴 新阶级德国政府一定要处理好 德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 诚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没有任何一家德国大企业 愿意放弃中国的业务 但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尤其是德国车企对中国的依赖 已经成为了德国经济的阿卡留斯之种 德国因此变得容易被胁迫 而北京则丝毫不顾忌将市场准入作为施压的手段 这点在中国和澳洲的贸易冲突中就有所体现 近年来澳大利亚面临越来越多的市场壁垒 其原因很显然是澳洲政府经常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 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没能将地缘政治安全战略融入其中 默克尔只是在台面下批评北京 这导致德国错过了就一个重要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机会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在面对一个民族主义专制反自由的同时 却在经济上不可或缺的国家时 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好价值观和利益的关系 作者认为新一届德国政府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柏林当然需要维护良好的经贸关系 但是也不能把德国架上刀山火海 新一届德国政府的任务还包括 承担起更大的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 迄今为止柏林的宗旨都是让美国人去搞地缘战略 同时又抱怨华盛顿的美国优先 我们自己则躲在美国人背后舒舒服服的做生意 新一届德国政府必须明白这一点 德国不可以在毫无贡献的情况下 单方面授予于这种地缘战略 文章也为德国政府找到出路 我们不必处处紧随美国 不应当像美国那样只把中国当作对手 但是若想和美国寻找共同点 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地缘战略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比如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令人信服的行动 又比如加大对台湾的支持 作者还指出随着2022年中国二十大的临近 中国正一步步走进个人崇拜 专制极权反对自由的寒冬 因此德国必须为中美冲突升级 台海爆发战争 恒大等中国巨头企业突然破产等最坏的情况 做好准备 说到恒大危机 这个话题也继续得到德语报刊的密集关注 有德语媒体认为十多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靠借贷拉动经济增长 如今的恒大危机则有可能是混乱的开端 如果你关注恒大危机 想知道它为何陷入财政困难 等待它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 可以去看看我们上一期的影片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德语媒体 对恒大危机的解读 以及对中国债务问题 会引发何种后果的分析 《难得一之报》以有保证的混乱为题 刊发驻华记者科斯特·基森的评论指出 恒大事件不仅仅是关这一间企业 而是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乃至整个的中国经济 在中国60%的财富都藏在混凝土之中 这个比重在美国只有25% 假如恒大破产引发恐慌性抛售 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崩盘 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并波及政治层面 中国政府当今主要依靠的是 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 后者还从来没有蒙受过 重大经济损失 中产阶级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契约 非常简单 我们保持沉默 你们则让我们的经济状况不断改善 关键问题就出在 中国政府的这一保证上面 如今北京或者上海的一套房产 其价格早已和纽约伦敦相当 唯一的细微差别是 在中国房屋土地租让期只有70年 而且许多房产还处于空置的状态 找不到合适的租客 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疯狂投资房产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泡沫 但是这个泡沫绝对不可以破裂 政府会阻止泡沫破裂 房地产是一个戳不得却又不得不戳的泡沫吗 作者认为 北京当局现在真的要开始打破之前的保证了 政府不再不惜一切代价的死守7%或者8%的经济增长率 恒大也因监管部门收紧法规而无法继续借贷 从而陷入了危机 本质上来说 这都是正确的措施 只不过若想可控有序地戳破泡沫 现在可能已经太晚 必要的改革措施拖延了实在太久 文章接着指出 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银行 一直受到强烈的借贷限制 因此更倾向于借款给国资企业 包括炼钢厂和水泥厂 这些钢铁水泥变成了房产 变成了一座座鬼城 还有许多新机场高速公路 以及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 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许多地方政府因此不可救药的 背上了高额的债务 但是经济却像北京所许诺的那样维持增长 如今整整一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增长 许诺开始变得不那么牢靠 这场由国家煽风点火的经济增长 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危险 瑞士新苏黎世报同样就恒大危机刊发了评论 文章以中国必须治疗其债务成瘾症为题 指出中国政府清楚的知道债务问题的巨大风险 但棘手的是如果严肃处理债务问题 很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作者指出中国必须彻底改革其金融借贷的体系 让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真正按照市场规律来评估放贷的风险 而非像现在那样依照政治判断 但是这会引起恶性循环 只有当银行能预判市场形势时才能重组其贷款的结构 可是想要知晓市场的形势又必须先对其全部贷款进行重组 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什么都不会发生 银行也就突然不再借出一分钱 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紧随其后的将是债务违约 大规模破产失业潮并引起社会动荡 为了缓解市场上的紧张情绪 中国央行已经多次为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 文章认为如何处理债务问题将是中国今后几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要是中国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全球的经济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德美怎么说的全部内容啦 对你来说买房是人生一项必不可少的规划吗 留言告诉我 点赞订阅虽然好 独立思考价更高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定提供自由资讯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